哈喽大家好,我是阿俊 前几天一个朋友给我寄来的五斤纯红薯粉条 今天我们就做个猪肉白菜炖粉条 这个粉条有点长,我们用手把它折成两段 折成那种粗粉条折起来比较费力 然后盆中倒入适量的温水没过粉条 把粉条提前泡一会儿 准备一颗洗净的大白菜,把叶子撕去 白菜帮和叶子分开放 把撕好了白菜帮斜刀切成条 斜刀切可以把里面的筋切断 切好后放在盆中 下面准备一块猪屁股肉 尽量的切的薄一点 这样炒的时候比较容易熟 切好后放在碗中 准备大葱一根切成葱花 生姜一小块切成姜片 切好放在碗中 准备几个大蒜切成蒜粒 有条件的话可以准备几个泡好的木耳 下面准备一个碗加入花椒少许 再来几个八角 再准备几个干辣椒段 所有食材准备好之后下面开始烹饪 锅中加入少许菜籽油 把准备好的大料小火炸香 一定要开最小火 大火容易把大料炸火 炸好后控干油备用 锅中倒入切好的猪屁股肉 开中火把里面的油脂炒出来 炒好后倒入葱姜蒜继续煸 葱姜蒜炒出香味后加入豆瓣酱两勺 继续煸炒把豆瓣酱炒出红油 炒好后倒入切好的白菜帮 快速翻炒一下 翻炒均匀后再倒入准备好的白菜叶 白菜帮和白菜叶提前炒一下 吃起来更加好吃 白菜叶炒软后加入适量的开水 开水不要加的太多 因为这个白菜一会儿还会出水 再加入两勺香菇酱 用勺子翻炒均匀下面开始调味 倒入提前泡好的沫 加入少许食用盐 再来点鸡精 胡椒粉少许 最后加入少许13香 用勺子搅拌均匀化开所有的调料 中火炖5分钟左右 5分钟后倒入泡好的粉条 继续开中火再炖5分钟 让粉条吸收所有汤汁的味道 除了前淋入少许的芝麻香油 翻炒均匀后即可出锅装盆 一道好吃下饭的白菜猪肉炖粉条 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我是阿俊 每天分享一道家常菜 喜欢的记得点个关注